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台下的先生女士们 大家笑好 今天很高兴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 怎么说呢 因为从小时候 到小学到中学 从来没有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自从小学 说到小学 从来不喜欢读书 也没有拿过奖回器给父母 从小学到中学 每一年都拿红鸡蛋给父母亲 所以从来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我记得父亲的一句话 你还不读书 小时不读书 你长大你就坐牛坐马 各位 长大之后 真的是坐牛坐马 怎么呢 我就加入汽车冷气行业 这一坐就坐了十五年 各位 十五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在这十五年里面 可以说 只是看着 说听着 朋友 亲戚朋友 出国旅游 从来没有 自己都没有那种机会出国 不过很勤劳 每天都在做工 做不对的东西 所以有一天我就遇到 Mr.刘凌金先生 可能是我的缘分 他也是在公司的最高兵 超级王冠大使 我就在想 我能跟到这个 超级王冠大使在一起 还在把赌 这是一座把握 所以我要好好地利用它 所以我慢慢地 不断地跟它学习 学习 从我 他带我来公司 看公司整个场面 整个公司的背景 老板的心态 以及老板娘的心态 我就从09年三月 正式加入这间公司 专业 在这09年三月进来的时候 那半年到一年 坦白说 真的是很难过 怎么说呢 遇到一些亲戚 遇到一些朋友 以及好朋友的 或冷水 甚至说 你只会做冷气 做15年 你回去做冷气吧 如果你做传销可以成功 我很早就成功了 所以 那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我甚至差一点要拿起白国旗 要升起白国旗 最后我倒回去问我的商线 到底抓那这间公司 到底我可以做吗 怎么呢 因为我没有条件 学历不好 人败又不多 15年只是关在一间冷气店里面 跟人家打工 所以他只 跟我说一句话 只要你在抓那 一步一脚印 抓那没有做不起来的 所以我就跟着他的脚步跑 一年过后到现在 公司的海外旅游 每一年我都可以拿到 所以我要在这次舞台 感谢老板 已经老板娘 给我这个机会 站在这个舞台 还有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亲 重拔土巴汉 以及我下县们 辛苦你们了 接下来还要感谢 我最重要的人物 我的恩人 刘定清先生 如果今天没有他 就没有今天我 站在这个舞台 我要非常感谢 刘定清先生 所以我就分享到这里 到最后 我劝台下们的掌声 台下们的男女们 我现在终于发觉到 像我这样 没有条件的人 都能站在这个舞台 都能成功 我终于赢给我自己 赢给天下 所以台下们 你们肯定 比我更强 快加入我们抓拉的 一分之八